接下来颁发第十五届杰出校友奖 恭请李校长上台 请校长介绍朱灯子杰出校友 交通力类 公住康庄 朱灯子校友为土木工程学系 1973年毕业 现任台湾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朱灯子校友长期投身国内外高速铁公路建设 对于营建工程专业驻有贡献 于1998年获得中国工程师学会 十大杰出工程师奖 2003年获得中华民国营建管理协会 杰出营建管理人员奖等荣誉肯定 朱灯子校友 发挥发挥专专专专专业 以卓越之表现 逐为冯甲人之楷模 请朱灯子杰出校友上台领奖 颁发挥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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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校長 校長請回座 請朱登子傑出校友分享獲獎感言 This is a great moment for me 登子竟然能夠候選這個母校本屆的學師校友 這是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一個無上光榮一個吃龍 你看我們母校有十幾萬的校友在分佈在全世界各地 那成千上萬的學師表現的學長其實比比皆是 這讓我回想到這樣的情景 在我民國87年的時候 候選中國工程協會通知說我得到十大節制工程式的獎章 那候總統召見的時候那種興奮的感覺 在這時候 那這些年來啊 登子在土木系的師長 以及戲友還有建設學院的師長跟院長 一再的推薦 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我自認為是 大概不太容易 但沒有想到今天能夠在這邊 發表候獎感言 謝謝 謝謝 從我62年 1971年啊 從這個學校母校來畢業 進入社會 剛好恭鴻其盛 參與所謂的十大建設 六年國建 可以說跟著我們國家的一個成長 看見台灣的這種經濟起飛的這種龍井 在國內外啊 我在不同的崗位 崗位上 或者上級指派的一些論務 我都秉持在校 在學校的時候 看到老師的這種教導 教育 那都會想說 我們一定要一步一步的這樣努力下去 就會對任何這樣的論務都盡心醜化 那努力以赴 尤其第一個工程啊 就在我們學校旁邊 從中港加入道 到大雅加入道 到大甲的兵工接手的 這樣的一個 第一個路段的中山高的工程 那 真的是把它當作為說 欸 我做得好 一定會讓我們的母校 還有自己啊 都能夠有一種好的一個成就的話 那一定會非常的光榮 就從那時候開始 那 所以啊 我一直秉持著 住住與天住 那天住嘛 其實我 我的天住 認為是我的同仁 長官 朋友 還有這些人來 在 各種不同的這個 細遊 的指導之下 那 有一句 天道醜情 就是我們以前 那 省主席 那講的話 那質疑完成這些論務 然後 雖然很辛苦 但從工作之間 我真的在這裡面 得到很多的歷練 還有學習到很多 因為這樣創造了許多 更多自己的價值 自己的價值 另外 另外母校多年來啊 剛剛 校長也提到 在全體教職員的這個努力之下 這個每年啊 這種追求卓越的表現 連連獲得這個表揚 表揚 也讓我啊 覺得 非常的感佩 真的是 身為洪甲的一分子 洪甲人 一種榮譽 一種榮譽 以為這樣的一個榜樣 所以 登職一直啊 人生在世 我認為 所參與的工作 在不同的崗位 或者團隊 至少你應該 半年的角色啊 對這個單位 要有所貢獻 是加分的 是加分的 所以 願以天助之志 追求卓越 這個 創造 這所謂的 被利用的價值 然後 以大家來共勉 最後 住 學校 所有的師生 還有 師長 那 以及今天在座的貴賓 那 身體健康 合家平安 幸福 謝謝 謝謝朱登子傑出校友 校友請回座 謝謝